据埃及官方通讯社报道 埃及首都开罗南部当地时间17号 发生了火车和校车相撞事故 这起事故造成了校车内至少有40名儿童丧生 而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说到 当时事故的校车上再有60名外出参加活动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年龄是在4到6岁之间 警方说一列火车在一处道路路口 撞上了孩子们乘坐的这辆巴士 警方表示还有很多的儿童受伤 预计遇难人数 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 埃及交通部长和铁道部门负责人 已经因为这起事故而辞职了